第58屆金鐘獎頒獎典禮 20 21日晚間盛大登場啦 第一天的節目類 紅毯精彩亮點看這邊 今晚的第一枚競爭相當激烈 首先是紅毯主持人巴鈺 這次以火辣的中空服裝登場 直接大露小蠻腰和南北半球 沒了底則是穿著薄紗上下全開 內在美完全是若隱若現態害羞 而女神春春和豆花妹 一黑一白搭配走上紅毯 兩人雙胎高插態性感 現場還加碼跳炸烈舞 讓全場瘋狂 新炸烈飢餓遊戲 打金鐘飢餓遊戲 不過紅毯還出現一個插曲 豆花妹已死在拉全擺 要拍照時不小心露出白色底褲走光 另外還有產後迅速恢復身材的吳山儒 一襲身子色禮服大展書胸 蔡詩雲也不紅多讓 胸前直接按起來 楊威完全就是最美辣媽代表 不過說到最吸睛的女星 絕對是穿著超大紅色蝴蝶結的露露 走紅探時還因為蝴蝶結太距 差點很掃旁邊的人 堪稱是全場最獵奇的畫面 而在男性方面 吳宗憲連跑兩攤 先是穿上露露成炭點送的全套LV西裝 接著又換上亮紫色的造型 和KID 昆達一起走紅探 昆達一身全黑群中也被公認是紅探第一帥 露西派雖然沒有入圍 但先是跟姊姊Sandy一起走紅探 接著又穿牛肉麵廚師裝出現 在紅探上強盡風頭 這過程則是難得以傳統西裝走紅探 有點像老夫子的造型收穫不少好評 紅衛進開升V程度完全不輸女星 在紅探壓軸時 胡瓜和最強綜藝袖團隊一起走上紅探 之前傳出緋聞的班弟雄妮也在她身後 兩人同框也成為焦點 而胡瓜點中後現身 也被網友大戰真的是回春了 合起來 你聽說 why 你聽說 你聽說 我聽說 你聽說 你聽說